副团长的脱江人生 2013年3月4号 一起特殊的盗窃案 引起了长春全城人民的愤怒 头脑发热的周启军 开走了一辆停在路边 还没来得及熄火的丰田越野车 车上还有一个仅两个月大的南英 这起特殊盗窃案 瞬间引起了市民的震怒 一直由热心市民和民情组成的搜捕大军 在当地浩浩荡荡地展开 就在周启军如惊弓之鸟逃窜的时候 南英的啼哭让他在逃亡路上几尽疯狂 冲动之下他把罪恶之手 伸向了哭泣中的南英 酿下了惊天命案 周启军吉林省公主领事人 1987年周启军大专毕业后 被分配到内蒙古某地的雷达部队从军 未经社会磨砺的他从学生过渡到军人 一直保持着淳朴的个性 在部队里周启军助人为乐 吃苦耐劳 曾因救人立过两次三等功 优异的表现让他幸运升职 从排长一直升到正连级 后来又升为副团长 1992年 他被调回长春 仍然从事雷达方面的工作 2004年 周启军面临转业 他选择了自主择业 并得到了六万多元的安家费 从此 每月领值一千多元工资的周启军 在长春扎下了根 从部队回归社会 让习惯了军旅生活的他极为不适应 到一些单位面试的时候 也屡次失败 周启军成天窝在房间里 从早到晚看电视度日 心里充满了无奈和失落 不久 失望的妻子也和他结束了婚姻 离婚后 母亲多次私下劝他说 儿子 你现在都四十岁了 可却什么都没有了 你难道都不想改变什么吗 改 我一定会改变这一切 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 说完 周启军叹了口气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 对周启军打击太大 此后几年里 他的工作和感情 都一直处于空白期 好在几年的时间里 他转业的工资经过多次调整 月薪直逼五千元 丝毫不比当地白领的工资低 他开始向往优越的生活 于是决定去找一份工作 重新充实自己 2010年初 周启军开始担任吉林省 康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大客户经理 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每天出入高档场所 常常和一些老板在饭桌上推杯换盏 单位还给他配了一辆 下那别克轿车方便出行 为此亲戚朋友们都羡慕不已 而此时周启军的转业工资 加上新单位的薪水 每月进账一万多元 生活一下子变得富足起来 2012年的春天 周启军拿出全部的积蓄 在长春市区 暗街买了一套 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 有房有车以后 他感觉自己每次出门都很有面子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他认识了比自己小几岁的女子 王凤春 当晚送他回家的时候 喝了点酒的周启军 一路上对眼前这个心仪的女孩 滔滔不绝 不仅说自己有一套大房子 还把公司的车说成是自己的 王凤春并没有对他的话产生怀疑 甚至打心眼里 佩服事业成功的周启军 然而 好景不长 就在周启军开始对王凤春 展开追求的时候 单位裁员 周启军失业了 这意味着他从此只能靠转业工资度日 公司配车也会被收回 生活质量瞬间下滑 更让周启军无法接受的是 这场风暴很可能影响到自己刚刚开始的爱情 于是 他决定暂时回避王凤春 失业那会儿 周启军还想重新找一份工作 买一辆车 过上从前的好日子 可几次求职碰壁后 他放弃了这个美好的念头 转业那份工资 他每个月还了房贷之后也所剩无几 周启军大胆地把真相告诉了王凤春 让他没想到的是 王凤春并没有因此疏远他 反而迅速和他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手续 尽管如此 周启军整天仍然闷闷不愣 有时和亲戚朋友见面的时候 他也感到从前佩服他的亲友们 如今变得瞧不起自己 直到某天的一个电话 让周启军迫切希望 再次拥有一辆车 2013年春节前夕 周启军突然接到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 兄弟 下午我要去机场接女儿 你抽得开时间帮我跑一趟吗 这个 我车最近被盗了 我没有车了 后面子的周启军只好撒了个谎 还有这种事儿 那算了吧 朋友挂了电话 周启军畅人若失 没有了车 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在朋友心中的地位 也丧失了对婚姻的信心 2013年3月2号早上7点左右 周启军如约去一家单位应品 此时 长春的天气异常寒冷 当周启军在长春市西四环路 与龙化路交汇处等候搬车的时候 冷得受不了的他 便跑到附近的魏家超市取暖 就在这时 他发现超市门口 停着一辆银灰色丰田RV四越野车 超市老板多次进入车内 但车并没有熄火 周启军曾经了解过 并非常喜欢这款车 他的心里 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冲动 面试结束后 周启军回到家中 他满脑子都想着那辆丰田越野车 他想 如果哪天自己能拥有那辆车 一切又将回到过去的幸福生活中 想到车主就是超市老板 周启军不禁动起了歪脑筋 3月4号清晨 周启军早早地起了床 溜出门 鬼使神差地往魏家超市走去 早晨6点40分 他到达超市门口的时候 发现那台丰田越野车居然又在 而且依旧没有熄火 周启军在附近悄悄观察一会儿后 见车主在店里忙着卖货 他脑子一热便悄悄地打开车门溜了上去 上车以后 他一踩油门就把车迅速地开走了 考虑到车主很快会发现真相 周启军驾车拼命直奔双辽方向 他想把车开得越远越好 这时候他突然从车内后视镜 看到后排座位上 居然还放着一个强宝中的婴儿 他的心里突然乱了起来 想到车主丢失豪车和孩子后 肯定会不惜一切寻找自己 周启军把车开得更快了 超市老板许佳林很快发现自己家的越野车 和车里刚两个月大的儿子不翼而飞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原来因为超市早上才开暖气 而刚开暖气的时候室温比较低 所以许佳林夫妻怕冻着孩子 便先把孩子放在开着暖气的越野车上 打算等超市暖气充足之后 再把孩子抱进去 可是当他出来抱儿子的时候 却发现连车带人都不见了 许佳林和妻子沟通后 妻子也吓得半死 那车上还放着才仅仅两个月大的婴儿 可千万别出大事啊 许佳林和妻子一边发疯似的在四周寻找车子 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 长春警方接到报警后 对案情十分重视 并立刻布置警力开始全程堵截 与此同时 当地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 也在第一时间进行新闻滚动播报 以对全市浩浩荡荡的巡英大军 由出租车司机和热心市民快速组成 此时 逃亡中的周喜军也在电台广播中听到了消息 他一时慌了神 心里十分害怕和恐惧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 他把车停在了一个偏僻处 下车把前后车牌都掰了下来 并把轮毂上的红布条解下来 藏于车内 这时候 车上的婴儿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这让本来就惊慌失措的周喜军 更加烦躁不安 孩子的声音那么大 这车的特征又被广播于众 这不是逼着自己走投无路吗 周喜军驾车几尺中 对后果越想越怕 而车内的婴儿哭声越来越大 慌乱之中 他索性再次把车靠边停下 然后 用右手把婴儿的脖子死死掐住 直到婴儿昏迷过去 停止了啼哭 随后 他开着车继续逃亡 那么 周喜军又会逃到哪儿去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 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